重庆跟进广州上海也宣布围解封 成都地铁宣布已经不用检验核酸 阴性证明 调整为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 加快缩小包围圈 中国新增病例大多集中在重庆 广东北京山西和四川 因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再找专家开中央防疫会 但是罕见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动态清零的关键字 引发外界热议 中国防疫态度是不是要转弯 也显示对中国白纸革命做出回应 因为孙春兰是中央强迫地区 采行严格清零政策的先锋 只要孙春兰出访 视察某个爆出疫情的城市 当地大概都会采取严厉封控 三月底上海传出疫情 孙春兰四月视察 抛下要努力用最短时间 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上海立刻严格封城 因此尽管北京染疫人数创高 北京市政府还是进一步要求 医院不得拒绝 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患者进入 高风险区随时调整 做到快风快解 甚至传出北京上海 已经有社区允许染疫的年长者 孕妇和婴幼儿居家隔离 这和过去一人阳性 全动转运相比大不相同 广州在宣布放松风控下 也是让符合特殊需求的人 居家隔离 鼓励民众自备快筛 天河区的餐厅率先恢复 开放内用 至于上海2号开始宣布 又有27个高风险区解封 但是还有42个区 列入高风险区 香港因为通报一天 新增病例再度破万例 香港卫生单位警告 不排除要再走回头路 再度紧缩防疫 金新闻彭新一带邮软报道